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本台獨家專訪 說香港回歸近24年 但一國兩制的實踐近年似乎越走越歪 他說中央提出已決定加收法的方式 來完善香港特區相關選舉制度 是合適及時合情合法合理 能為香港的政制發展提供安全穩妥的基礎 意義非常重大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表示 外國者治港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近年香港立法會亂局持續 情況惡化令人難以接受 中央提出已決定加收法的方式 來完善香港特區相關的選舉制度 是合情合法合理合不容緩 有部分議員利用了這麼重要的憲制平台 在特區內立法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機關 是用了它來做一些反對中央 製造一些兩地的矛盾 違反一國 甚至就是去勾結外國的勢力 來制裁香港 所以這些行為是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要從選舉制度的完善來入手 林鄭月娥說香港回歸近24年 但近年一國兩制的實踐似乎越走越歪 香港國安法的出台 令到社會逐步恢復穩定 她希望今次完善相關的選舉制度 能夠為香港的政制發展 進一步提供安全穩妥的基礎 意義非常重大 如果你記得我在去年11月2020那本施政報告 就是我有一個特別的章節 在開宗名義說遠善一國兩制 其中有八個字 就是是時候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特別是因為去年六月有了國安法 整體社會表面上的穩定是恢復了 我們見不到有很多的黑暴或者破壞的行為 但是不等於我們完全安全的 一定要從那個政治的體制 都能夠保證到香港的安全 她表示希望香港在完善相關的選舉制度之後 可以更加聚焦在經濟、民生、社會等的發展上 林鄭月娥強調 只有全面落實外國者治港 一國兩制才可以行運致遠 鳳凰威斯記者黃寺院報導